作词 李宗盛 我有一名 你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 半个宇宙的路径 都不足以阻挡我 我又无价可归一般的伤感 你却又像太阳一样 炙热的温暖 穿越过几千万光年 只为被你爱着的感觉 我是为心坠碎 星星的爱恋 你是回过小星星的明年的危险 流浪过几千万光年 只为被你发现 永恒为我留言 这什么 送你的 今天你有空吗 没空啊 怎么了 没事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他说了没事就走了 他是母病啊 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把明天约定的约会全部都取消吧 那 您没跟他约其他时间吗 或者顺便跟他聊两句 关心一下他什么呢 跟他聊 对啊 要不怎么叫谈恋爱呢 您别回去啊 又怎么了 我说的是以后 方总 您昨晚研究到半夜 不会就想到这种办法吧 我一定会让他主动来找我的 不好意思啊 江小姐 我们方总不在 没关系 我进去等他就好 江小姐 江小姐 你怎么来了 刚好路过附近 摄楼过来看看 对了 这个是方立画展的流程安排 已经全部敲定了 坐 辛苦你了 没想到进展得这么快 方总的谢意也不慢 听秘书说 你昨天就把项目的全款打过来了 难道你不怕我卷款逃跑啊 江小姐你是在收校吗 以你的身家 这点全算得了什么 倒是我啊 以后要经常演造你了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说不定将来不用方总开口 我就自愿过来帮你抛腿了呢 对了 我明天没有安排 你 抱歉啊 我明天有约 有约 江小姐还有事吗 要不我们改天再约也行 不用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不行不能对她心软 不行不行 坤儿有什么错呢 请问 方丽 你怎么过来了 你们那个滑池老板娘不在吧 她她出去采购去了 你怎么过来了 我们前几天不是去公司偷 不对 找东西不是没找到吗 我今天想到办法了 算了 我上次可能是出现幻觉 那个东西已经不见了 你怎么知道 感觉呗 那个东西的能量已经消失了 我就找不到了 你先别气馁 我打算要创作一幅叫做寻无启示的作品 把你要找的东西画出来 然后在我画展的时候把它挂出来 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要找的东西了 难道还会找不到吗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那怎么弄啊 你先告诉我 你要找的东西是什么样子 长这个样子 韩主理 帮我在小七餐厅下单 您说的让小七主动来找您 不会就是指这个吧 这你就不懂了 如果要打动女人的心 第一步 要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帮助她 现在小七的餐厅是淡季 我要帮她提高销售量 她一定会来感谢我的 赶紧啊 企业家的思维还真是不一样啊 好了 好了 过来看 好 这个 还挺像我的信号器的吗 这个 还可以吧 不过 那你要找这个信号器到底干嘛的 嗯 我 等一下啊 怎么了 一千份 喂柴姐 刚刚有个顾客在我这儿订了一千份的咖啡 我该怎么办啊 喂 喂柴姐 老板 老 她怎么说的 她说她要踩个道下午才能回来呢 我的天一千份 周整座 你下午有时间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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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今天过来找你 嗯 我长这么大的没见过这么多咖啡 我也是 啊 为什么我就没有泡咖啡的超能力 嗯 手都要碎掉了 还有多少啊 嗯 应该还有一半了 可是咖啡用完了怎么办啊 啊 怎么还有这么多啊 我先跟客户说一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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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集团 哪个员工这么变态啊 我非得开了他 啊 我 我哥 我 完了完了 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儿冲咖啡 他一定骂我不辅正义 我先走了啊 这话帮你帮我留下 啊 啊 喂 哎 方烈啊 咖啡到了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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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杯你帮我拿给方冷吧 我还有啊 我先下水吧 等等等等 那个 那个 我脚最近有点疼 这个 你给他吧 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啊 来 进来 对不起啊 方先生 我们店的咖啡顿货了 剩下的五百分钱我退给你 不用了 你拿去当小费吧 剩下的我再别嫁定就好了 我干嘛要拿你的钱啊 再说了这是工作 我们还是分清楚一点比较好 你真的以为 我在你那里订咖啡只是为了工作吗 不然呢 我说过了 我希望你能感受到我的诚意 你是说 你在我那儿订了一千份的咖啡让我做 就是为了让我做你女朋友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 哎呀 算了 我只是以为你会开心的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其实 这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我没有人类的感情 我也不会爱上任何人 你还是不要浪费时间 你是说你对我根本就 要你对我呢 你让我做你女朋友 其实你根本就不喜欢我对不对 对你来说 感情只是一个消遣时间的游戏对不对 但是对我来说 我很珍惜在这里的每一天 在这里的每一天对我来说 都是珍贵的 我喜欢这里的食物 还有我身边的人 和我看到和经历的所有的东西 也许有一天我可能会离开这里吧 但是在那之前 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跟你的感情游戏上 你一直都讨厌我 是吗 我 我懂了 以后我不会再纠缠你了 对不起 其实我并不讨厌你 对不起 其实我并不讨厌你 可是 可是我也不想让你再对我好 再见房了 怎么样 睡一觉是不是好多了 睡了多久 大概 一下午吧 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了 各位你之前给我提过的治疗方案 我想解除它 是 小七 拒绝你了 你还记得你跟我提过 还有一种方案需要药物治疗吗 那只是一个备用方案 药对人体的副作用是很大的 你想敢用药物治疗 对啊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其实药物治疗这事儿 你得慎重考虑一下 对人的副作用真的很大 自己身体自己照顾点 知道了 是 去吧 不出你所料 我终于抓到方冷的把柄 好 什么 本来是方总准备送你的礼物 不过 他说你好像不想见哪 所以方总让我将这张票 转交给你 等等 拿回去 我不会去了 小七小姐 你知道方总 为什么要请你当他的女朋友吗 他花心呗 还弄一双 方总是一个无法爱上别人的人 而唯一能帮他的人 只有你 什么意思啊 他 他有病 不是你想的那样 方总身体很健康 只是 只是 心理层面有一点问题 总之只有你能帮他 你要是还想帮他 随时来公司找他 你 走 走 走 他 可以 都市长 这里没有外人 说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给我寄来这些东西 还说亲眼目睹你进入心理诊所 你到底还想忙我们多久 爸 真是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准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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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不能有感情 我不能帮他 我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只有我能帮他吗 我先去了 说话呀 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是我 药树给我开的 他是为了我才去的医院 胡说 胡说 你是什么人哪 竟敢跑到这来地方能顶罪 我是他女朋友 有病的人也是我 他做这一切也都是因为我 很难聽 我 我不想一直瞎着您 我和小七在一起一段时间了 我希望您能同意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方冷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前几天你不是还带着姜雪 登门拜访吗 这才几天呢 就换女朋友了 而且还是 妈 您就别说了 别火上浇油了 是 姐 姐 恋爱结婚是年轻人的事 咱们老一辈就不要管了 姐夫 你也别气了 孩子都在 不方便说话 不如你私底下找方冷 好好的谈 你觉得怎么样 该怎么办 你自己心里清楚 来 哥 没想到你比我害怕你 太帅了 那个小七 我妈说话她就那样 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 我先走了 是达 是达 姐 方冷啊 想做的事情 你千万别反对呀 我还没说你呢 刚才 为什么替方冷说话 我不是帮她 我是帮你 你想想 刚到手的把柄没了 以方冷的个性 还会给我们机会吗 既然如此 不妨拿那个女人开刀 你的意思是 一看那个柴小七 就不是省油的灯 只要她们在一起啊 我们就不愁 找不到攻击她们的把柄了 更何况外面还有一个 虎视眈眈的江雪呢 你觉得方冷会同时 应付得了这两个女人吗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搅和了这趟水 以后浑水摸鱼了 好 我明白了 我先走了啊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不是说你已经不喜欢我了吗 话虽然是这么说 可韩助理说 韩助理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你生病了 只有我能帮你 你都知道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 可你毕竟帮了我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不过我现在提前跟你说好啊 你 我当你女朋友是假的 除了治病 你可千万别有什么非分之小 好 我答应你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你这么帮我总得有个目的吧 钱 工作 地位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可以答应你 不用了 反正我也不会在这里待多久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你还没跟我说要干嘛呢 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这个我以后再跟你说 现在最重要的 你得先通过我爸这一关 两位好 要这两个 好的 这四个全要了 好 这份帮我全拿了 好的 要这两个 还有这四个 好的 这一排我全部买下来了 好的 这也要了 适合他 好的 欢迎光临 帮我给他弄个心爱点的发型 好的 方总 弄好就换上 给我 这个 来吧 再来吧 我点 快 才能 很好 走吧 等等我 哇 解放了 你还没说我们到底要干嘛呢 还记得刚才我爸跟你说的话吧 他说你自己会看着办的 不过是他让你把我打扮成这副样子的话 当然不是 你在我爸的眼里 只是个没身份 没事宜 还是个有心理疾病的人 他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分开 只不过在他没下通牒之前 我们还是有机会挽回的 怎么挽回啊 今天的见面太仓促了 这两天 我必须带你再见他一次 想办法让他接受的 只不过 你需要做些适当的改变 明白了 就是把我变成他们喜欢的样子嘛 对不对 这两天你尽量把时间空出来 我会把注意事项交给你 如果你没有出错 我想我爸不会太为难你的 嗯 我们又不是真谈恋爱 干嘛一定要他们同意 我们偷偷见面不行吗 那你就太小看我家人了 就算我爸不成 还是有很多人会等着抓你把柄 无论我们今天的关系是真是假 都免不了要过这一晚的 好吧 今天辛苦你了 明天我派人来接你 顺便把东西送回来 嗯 拜拜 等等 当我的女朋友会让你非常辛苦 如果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你放心吧 我做过的事从来不后悔 我进去了 拜拜 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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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然成了人类的女朋友 这要是被我母亲的人知道了 我得多丢脸 行了 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你后悔有用吗 我没有后悔了 我只是在想 我们又不可能一直留在地球 那 万一我对人类有了什么牵挂 那将来 我 将来怎么样 将来你就舍不得走了 对不对 谁 谁说的 我现在 只是 只是因为没有找到信号机 不得不留在这里而已嘛 我现在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回去嘛 对啊 信号器还在放浪公司呢 你现在是他女朋友了 是不是能想办法找回信号器了 你的意思是 让我摸紧他们公司 然后 四季偷走信号器 哇小波 厉害啊 好主意 好主意 方总 小七他到了 过来吧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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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今天的任务 现在我要告诉你的 是你必须记住的内容 明白吗 明白 第一个是我爸 软硬不吃 性格专制 而且是一个 非常有功利的商人 以你现在的条件 是不可能会得到他的认可的 但是如果他不反对 我们就已经成功了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只要我没跟我爸 提出要求要娶你 而你的条件 又勉强能够及格我 他会觉得我只是在贪玩 不会刻意地想拆散我 我 那我怎么样才能算及格呢 这我稍后再跟你说吧 第二个是周阿姨 是我爸的第二任妻子 方烈的母亲 这个是你最应该防范的那一个 为什么呀 他不是你家人吗 你觉得我们这种家庭 会有纯粹的家人吗 他一心想要方烈取代我 处处抓我把柄 你千万不能在他面前泄露我们之间的任何事情 如果 你觉得他在试探你 你就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好 明白吗 明白了 方烈 至于方烈 你只要不对他犯话吃就行了 那这个呢 这个上次一直在帮你 他是你的人吗 这个家除了我没有我的人 康叔是我在公司的对手 如果你遇到他 只要想办法脱身就行了 好了 现在轮到你了 我 为什么 你的家人 经历 我需要全部知道 才可以在我爸面前帮你 我没有家人 我是被孵化 我 我 我的意思是我 我是被当成孤儿抚养长大的 我没有父母 就你爸他肯定查不到他们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经历 这有什么呀 一个人不也挺好的吗 是不是 就是 一个人待久了 也挺想家的 对了 我可不可以求你件事啊 你说 我想去公司上班 什么 你要辞职 柴姐 对不起嘛 我这次辞职也是有难言指引的 不过你放心 我一旦得手了 我立刻就回来好不好 晓妻 你终于把自己给卖出去了 柴姐太开心了 我去别的地方上班 您不是应该生气吗 我怎么会生气呢 你去放冷的公司上班 就证明 你离卖入豪门 又进了一步 到时候 我就真的可以抱住你的大腿了 真没想到啊 小七 你竟然如此的深谋远虑 柴姐果然没有看错人 那 那我走了咱们店怎么办 谁来送来卖 好 广告 已经准备好了 柴姐 谢谢你啊 不过我以后还是想住在这里 你放心 我会按时交房租的 而且 我也有时间就会回来帮你的好不好 没问题没问题 你现在说什么我都答应了 你们兄弟俩可真够像呢 八百年都不主动约人一次 这次怎么想起我来了 一杯苏打 谢谢 好的 你不是在帮我策划画展吗 马上就要开了 我想见见你 明白 来找我催公的吧 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最近跟我哥怎么样 我最近挺忙的 一直没见他 不过 你哥身边是不是有女人了 你怎么知道的 不是 我是说 你怎么会这么问 我上次见他准备了一份情侣套票 还说约了人 难道不是女人吗 我又没跟他在一起 我怎么可能清楚 也对 像他这么木讷的性格 应该做不出这种浪漫的事情来吧 可能是我想多了 万一又是了 江雪 我哥真的不适合你 什么意思 是不是他跟你说什么 没有 只是我哥身边太复杂了 你跟着太近的话 你也会被牵扯进去的 而且你已经被他伤过一次了 还想让他再伤一次吗 那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算我求求你了 行不行 我努力了那么久 就是为了重新回来 方黎你从来没有爱过一个人 你是不会懂我的 以后不要再对我说这些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爱过一个人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爱过一个人 来 喂 帮我约方总 不好意思 江小姐 方总她最近有四十要处理 这两天都不在公司 好 谢谢 会去哪儿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走吧 别 别 脚没事吧 没事 小心 回来了 进去吧 你爸在书房等着呢 等等 你爸只见你 帅小姐是吧 跟我来吧 爸 你不会真的以为 把这么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随便带回家 我就会答应见她 爸您误会了 我今天带她来 只是想跟你道歉 那天 是我们冒昧了 以前就算你再荒唐 你也不会闹到我面前 可是现在 你跟个外卖员在一起 你到底还有没有理智 有没有规矩 她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我不在乎她是哪种人 我就不准你跟她在一起 我就不准你跟她在一起 你跟方冷也是刚刚交往 可她为什么这么快就带你回来了 方冷怎么说来着 不能跟她陷入我们的事 对啊 她想回家看看 我就跟她一起来呗 这年头消尽了脑袋 想嫁入豪门的人多了去了 你喜欢她 不也是跟她的身份有关系吗 对啊 方冷有钱又帅 我当然喜欢她了 方冷之前 也交往了不少乱七八糟的女人 可没有一个女人敢闹到方家来的 你觉得你这么做 我们就可以接受你了 那我要怎么做呢 其实吧 这人呢 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应该知道什么事情能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你别看着方家表面上金光闪闪的 可外面那道门槛啊 不知道绊倒了多少人呢 即便你侥幸一只脚进来了 那另外一只脚呢 也永远在外面 别到时候啊 弄了个人老猪黄 被人抛弃 其实啊 嫁入方家 就是这么个下场 那您不是也嫁到方家了吗 我看您这过得不是 挺好的吗 您为什么要把方家说得那么可怕啊 你 你可真是恬不知耻 我 这不聊得好好的 干吗 干吗要骂我 那如果我要定他了呢 你说什么 自从妈走了以后 我从来没有低头求过你 只有这件事 我求你 小七她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必须要让她留在我身边 除了和她分手 一切我都可以答应你 好啊 我的儿子 竟然为了一个女人 连尊严都不要了 好 我答应你 但是只要我还活着 她就不能进我们方家 更不准任何人知道你们的关系 她永远 只能是你的一个五点 绝不能有见光那一天 我答应你 怎么样啊 你爸还反对我吗 没事了 朱阿姨有为难你吗 没有啊 我就照你说的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出来了 不带我去见你爸了 我爸他不想承认你 不 什 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想我们公布关系 以后 你和我只能秘密交往了 没关系啊 反正我们本来又不是真的 不公开不是更好吗 走了走了 走 路都不会走的蠢女人 干嘛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既然你已经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 从今天开始 你只是要闭嘴 乖乖听我说话 懂吗 知道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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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我遇见你 只想让过去都回忆 我要的爱没有归期 只有你 遥不可及 却心心伤心 莫名运行 借入你轨迹 想念如今 在脑海前行 越想逃离 越认同牵引 日渐的沉迷 理智都被评定 这一刻 原因早已无计可追寻 在这阵闭乱去听 安放醉火热的心 凝望着眼前的你 我的爱无处遁信 自从我遇见你 只想让过去都回忆 每天都是真心情 只会关于我和你 无法再骗自己 请给我相信的勇气 我要的爱没有归期 只有你 哪怕是本来都剧情 还有你 我跟着你 都会想逃离 从我遇见你 我跟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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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都会想逃离